感谢各位菩萨 护持生命的势态 感谢光大山西 护持生命的道场 愿大家赴回增长 祝使吉祥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我们在家上去 这样的迷走 我们在家里的人 在家里的迷走 我们在家里的人 他们在家里相信 我们在家里的跑 然后我们在家里的跑 我们在家里的跑 在家里的跑 腌 Уren 你们 Leg it in the Outland sofort不留不滞張的是 dele 牌骞地是报纸 一段 arms,这来不许是韒板著 Madam 一 sext trillion一万,三千千 四十一千, His价钱 用来沿途家来做家天 所以 再去鑫地一些 再去鑫地一些 只是鑫地 所以不解常和鑫地区 但是什么 我想做鑫地区 走鑫地区 我想做鑫地区 如果 只能鑫地区 我想做鑫地区 不相信鑫地区 之似乎 但不能再去鑫地区 tanks我们再去鑫地区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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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反复地提到了烦恼的细微层面 谈生的细微层面就是西优 就是期待跟优惧心 那么只要有期待跟优惧心 我们就会因此而受苦的 不管是从世间或出世间佛化的角度来说 都是如此的 什么叫做期待心呢? 就是希望好的结果会发生 优惧心是什么呢? 就是担忧 恐惧 好的事情不发生 我们的心里面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觉得我所期待的事情务必要达成 但是如果一旦如我们所愿 它成功了 我们的态度会变成什么? 我们往往会因为这样子而自得意满 会感到傲慢 认为这就是我的力量 我自己把这件事情给办成的 所以这是我的功劳 如果没有办成这件事情 我希望做的事情没有达到会怎么样呢? 我就会感受到痛苦 其实这些感受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期待跟恐惧造成的体验的 那么如果有期待跟优惧的话 就必然会感受这样子的体会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考量事情的真实状况的话 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到底会不会成功 跟你的期待与优惧是没有关联的 而跟你的业力因果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今天事情能够办得成 能够顺利按照自己的计划 能够水到渠成的话 应该要想 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 是因为有慈悲心的功德 因为慈悲所以有福德 因为有菩提心所以能够把事情给办成 如果有正确的见地的话 你应该要晓得是因为有这些功德 所以事情能够成办的 那如果不成的话 跟自己的往前的业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自己不具备善法功德的缘故 不具备福德的缘故 所以这件事情 即使我再怎么样想要让它成办 也不会成功 所以这跟我期不期待它 我担不担忧它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取决于自己内心的功德 以及过去是否有这样子的业 它跟我们的期待 跟优惧心是不相干的 而且实际上这件事情 会成功与否 跟自己非常了不起 也是没有关系的 比方说我们藏人有一种说法 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藏人总是认为 如果今天事情会成功 那是三宝的恩德所致 如果今天事情会失败 那是自己的业力所致的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有价值 而且非常重要的 应该要好好地放在心上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受制于细微的 期待心以及优惧心的 对于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学 也有什么想法 我们在想法 我们的同学 也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同学 也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同学 是 你講一句話說話 你不講話 私人講講話 三年你經常給我 你經常給你 你經常給我 你經常給我 學生的 功課 我這樣講話 你公說話 本身有其他人的事都曾经说,他不说到对语,他不说过他 他不说他就在学院了 那么他不说一回来 那你在学院,那你也有学院时呢 那你公开的地方就是这个学院,那你国同学院的学院 就是说我的学院,那你买一一的学院 还不 ejerc emphasize道别的 让你和你和你一起去 这时候我们对话所以说 今天等irit啊 中国情绪这 Aaron 当当当散开吧 坐 quilt 拿去的 火urt红静 Bruk hospitals 真的一定是尽量地哈尔的 因为你就是自贪地的 你以为可以跟他比较 那我只是在你中心中的语言 但是在你起来的语言 你会如果在这些人 不在这种语言 你会做的语言 你都会有语言 我会想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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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起听 你会想起听 我会想起听 但是您的同志,您是在做到超大世界。 我认为你学生一个大世界, 你在做的世界大世界, 在要在这个世界上和一样的重要性。 來到山口是否有事 逢千石等到千石等到漸漸 他是貯他一樣的 看見的馬城鑒 他換了 他會貽賭給我 他會來於小刺激的 但他會來越貴 回去已經搶走了 他會貽賭的 他會來做 若从外观亲近佛徒向内离 自心与法国相符 犹如毒舌烦恼藏于腹 因缘相遇佛徒最壮士 意思就是说 从外面看起来的话 看起来像一个真的修行人的样子 可自己的内心却没有与佛法相结合 因此烦恼就像是毒舌一样 就藏在我们的体内 当外缘也就是当违缘出现的时候 就会展露出修行人的缺点 这段话只是这样子的 首先先来讲前两句 他说外在看起来像是真实的修行者 比方说有些人表面上归一了 进入佛门 然后进行佛法的实修 这样子的人是很多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些修持呢 比方说进入佛门之后 要做禅修 为什么要做禅修 禅修最终是要承办圣观的智慧 那圣观的智慧 它前提是什么 要经由认识烦恼而从烦恼当中解脱 这是它主要的目的所在 所以要透过圣观的智慧来认识烦恼 所以禅修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先认识烦恼的 但是由于在下做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够配合自己的行为 行为不能够配合佛法而去做 所以即便能够透过禅修 以圣观而认出烦恼 但是到了日常的生活行为上面 却不能够善加运用 此中的问题在何处呢 其实就在于缺乏慈悲心 假使没有生起 连续不断的慈悲心的话 我们的行为就会流于放异 会有这个问题的 如果没有慈心 没有真实的慈心 不生起真实的慈心的话 则不会生起真实的悲心 慈心不能够连续相续的话 那么悲心也不能够相续 当慈悲心不能相续时 在日常的行为当中 我们就会放纵自己 这个情况像是什么 这个情况就是犹如毒舌烦恼藏于腹了 因为我们的内心跟佛法 并没有真正的结合起来 我们表面上是做修行 可是实际上心里面 没有真正慈悲的功德 所以行为上流于放异 那么它的根源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烦恼的 因为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我执 它是自然存在的一种状态 就像是它的对立面 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或多或少的 也是自然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是与我执相应的烦恼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存在着 它是以隐藏的方式 隐为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内心当中 那怎么样它会现前呢 在我们行为放异的时候 为什么烦恼会现前呢 下一句讲到了 因缘相遇的时候会现前 所谓的缘指的是外缘 什么外缘呢 就是为缘 比方说有的时候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有时候是因为痛苦的关系 有时候是因为烦恼过度强盛的关系 当烦恼过度强盛的时候 或者外缘出现的时候 就会使我们藏于腹中 如同毒蛇一般的烦恼现行 这个时候我们所作所为 就会跟佛法的羞耻背道而驰了 所以真正在为缘发生时 或者刚刚所讲的 种种因缘出现的时候 才是验证修行的真正的时机 什么叫做为缘呢 比方说像《佛子行三十七宋》里面也有讲到 我以爱之养护人 就是我如同看待自己的 视如己出的态度 关爱别人 可是对方因为他的烦恼的缘故 却对自己恶言相向 或者是态度非常的不佳 这个时候 就是为缘所升起的时候 我以慈爱心对他 但是他却反过来加害于我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自己是否能够转为缘为道运 或者是否有烦恼的状况 在这时候就获得检验了 又像是佛子行里面所讲的 欲向辅善诸佛子 因观愿家如宝藏 就是如果是真正要受用善法的 追求善法的财富的修行人 应该要视造成伤害的一些冤家 为如同宝藏一样 因为他令我们的贪嗔等烦恼现行的 也就是说 因为有对方 有怨敌 所以他把我隐藏在内心当中的称心 给激发了出来 本来我就只有那个称心的 只是透过他作为外援 外援介入以后 引发了我本来就有的称心 所以他对我的恩德就在于 他让我能够认清 自己是有烦恼的 自己是有称心的 于是就可以转为原为道用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将为原转为道用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应当按照佛子行三人七诵 所讲的这些道理去羞耻 但往往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子的羞耻 所以要更加的努力 特别是遇到外援的时候 遇到逆境的时候 要更加的小心谨慎才是 但是我会在这里 在台湾上去 所以再隐重 通过一年 都已经在家里 到了 这里 所以 对 他们有遇到 他们在家里 在父母岁上 到了 这里 后者 在家里 他有事了 真是有信心的 不信心的 在社会不信心的 因为他 毫无信心的 又毫无信心的 他现在宇宙人离 国家 参加求我 利用人 和理不信心的 刚刚那句提到了因缘相遇 我们刚刚解释到 是万缘生起时应当转为道用 接下来是佛徒罪状事 这里的佛徒指的是修行人 罪状指的就是 罪状事的意思是说 显露出他的过失了 当因缘会遇的 万缘出现的时候 不能转为道用 就会显露出修行人的过失 那么此处所讲的 修行人犯指所有僧且大众 僧且大众指的就是 凡是受出家界以上的 这些修行人都算的 所以此处的修行人跟僧且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是同一词来看待 那什么时候会显露出 僧且的过失呢 就在于对众生不惧慈心悲心 这是很严重的过失 并且对众生生起称心 这也是严重的过失 所以当我们不惧慈悲 而称心的时候 作为生且的一份子 就有了过失 所谓的修行人的过失 在此就展露无遗 他的意思就是 要从这样的理解 这是角度来理解的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说 上师之也 悲心 肃故事 自己调伏自心 其加持 就是愿得上师 善之士的大悲 观照眷顾 令我能够调伏自也心 现在因为没有慈悲心 缺乏对众生慈悲的缘故 所以造了许多的罪业 而因为缺乏慈悲 造了种种罪业 所以能够 这样子的罪业的力量 会摧毁掉菩提心的力量 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 愿能够得到大悲加持 令我能够调伏自己的心 我们应当要实时提醒 我自己就是生且 我自己就是生且的一份子 所以我应当要有慈性悲心 我应当要爱众生 而且这样的爱 应当要朝着不虚假的 真实的爱 爱众生 这种方向去发展 就像是执尊弥勒日巴所说的 真实的慈戒 就是表里如一的不虚假 那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能够具足慈心跟悲心 就是真正的生且 那很多字幕 都在讨厌 他可能有很多信息 但如果大家一起提问 我否讨厌 我现在的人 提问 就这些人 那些人 看你有什么 我那些人 不会讨厌 你就是 人们 所以 我真正的 能比较 那些人 她说,我听说, bonne人你听话,你听话,:「刚才听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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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一个人听话的 来说,你听话说的,那是有sa常见的人,爱谁的 她在企業的三十一年不可能 在凶Oも互相受到的家庭 他在 賊卜物航空主政治 跟古本 說 外的 年輕的節奏 竟然是 壞強的 哇塞 今時一回 鳥蠅 頭的年輕的節奏 一如生的生涯 用土著龍馬滴 用土著龍馬滴的 用土著龍馬滴的 真是 需要等於 真是 三十十十九 大師兄說 在輪延中 車上 車上 超凶后计计的 计划 飞 不 这一杯 这一杯 好的 这些都 我们 两个 一杯 那 新环al 一杯 没 实际上 那 说 我们 这 陪ो 手指 手指 直線 封箱 脊枱 打 Dit MIN IN LID 这你就会儿以后 这他 年轻贵的 386个人 昨 wissen 你说 these 打这个手下 我们的 零民人女istes qualities are that even 零三聰 extrem共和 身上女人 disease 二臣 settlor 石頭子 雷露 我這點 我這點 外國人小鳳 因为两个人是受复的 这是我的意思 接下来讲 自己过恶行 自己不详查 执佛图像 却行诸非法 先讲这一段 由于自己没有 去分析 辨查自己的过失 自己的负面的过失 所以虽然空有修行人的外向 但所做的却是种种非法性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好像利益其他人 或者是做有意义的事情 非得是属于宗教行为不可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 任何行为 他都不管是属于宗教性的 非宗教的 世俗性的 他都可以做到利他的 不是只有佛教事业 宗教事业才是利他的 比方说经商 或者是在做社会上的其他的奉献 都是有办法利益别人的 因为当我们讲利益的时候 不仅仅那所利益的对象 不应该仅仅是佛法 或者是佛教徒而已 能够利益到国家 利益到人民 利益到教法 利益到自他 都算是广义的 都算是利益的一种表现 所以不见得只能够从 佛教的角度来谈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 体验到这一点的话 首先就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可以结合正法 而产生饶益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认知的话 就算是表面是佛法 但实际上也有可能是非法行为 总而言之 你也可能做各式各样的表面的善法 但是最终这件事情 不能够成为令众生内心 保持宁静快乐的事情 而损害了众生内心的宁静快乐 那么不管你所从事的是何等的行为 它都成为此处所讲的非法 就是与佛法是不相合的 它与正法是不相应的 比方说我们心里面总是有着我执 所以有我执就测发不善业 测发烦恼就会使得不善业自然的增上 只要我还带着我执的时候 这种问题就是表面的善法 但实际上并非符合正法的这种事情 自然的还是会发生 它的问题主要就来自于我们内心放异 不能够具足真正念的缘故 几天宋公就讲过了 分别念分为三种 一般来说分别念分为三种 实际上他认为只有两种 无忌分别是不能够算是念头的 他认为分别念的只能够把善念跟恶念算进去 无忌是不算的 因为无忌就是一种缺乏智慧的放异的情况 因为我们放异了 所以我们会伤害别人 我们会殴打别人 会吹打别人 问题就来自于自己的放异 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到不放异 能够小心谨慎的话 才能够真正具足慈悲的功德 如果在放异的情形之下 即便是我们做一件小小的善行 表面上是做小小的善行 但实际上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 或者因为我们的放异 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上导致他人对正法退转 失去信心或者招致许多的批评 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烦恼 自己放异性所致的 也就是缺乏智慧的放异 导致了我们行为上的不减点 应该要了解这一点的 所以下面又讲了 烦恼不善之业串席力 就是说烦恼不善业 他会逐渐的增上 也就是说在我们要行善的时候 往往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好好去做 所以下面说善心屡生 却又屡屡端 我们真的要去修行的时候 因为烦恼自然的增长 自然的增上了 所以在放异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着这些烦恼 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好好地做羞耻 真正要羞耻的时候 往往又昏昏欲睡 或者是有很多的违缘 不能够去从事善法 但真正的善法 你应该把握的是真正的善法 到底是什么 其实最殊胜的善法 就是慈心跟悲心 就是能够愿众生离苦的那一份心 这个就是真正最殊胜的善法 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 从慈心来培养悲心 对众生能够具足爱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心里面带着我直 带着烦恼 从事许多表面的善法 当然这些事情是善行 可是呢 因为它夹杂了我直的缘故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样子的纯粹 如果说我们今天 没有一直想 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我自己要从这个善法当中得到什么 没这些企图的话 单纯的只是为了利他 哪怕只是念 心里面想着利他 那他也能够成为真实的善法 所以在行持善法的时候 心里面不要老是想着 我要如何如何 我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善法 而是专注地去想 我应当如何去饶益其他众生 必须要饶益其他众生 这样子的话 慈心跟悲心才会神起的 当然由于外源介入的关系 我们的慈心悲心 有的时候会断掉 它不能够相去 但是我们在它断掉以后 要尽快地让它恢复过来 所以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它会断 然后我们要把它恢复过来 它又会断 它又会恢复 但是我们要不断地朝这方面努力 唯有心里面不断地存有利他的想法 那么才能够真正做到 既利人也利己的 如果在其他人的小学院 我们认为 是 在第一个小学院 在文字里面 我能够 明倒所游馆下無法性化,造成的 如同的故障所 UNAS demon 讃述摄生的 因他想要何可 wichtiger 你必不足 但经常ren傳要 受到0-1100咖啡 那些人嘛 只要做一本 比如說那些人 被牠let人走 為了 牠們被牠們 沿來 而在牠色 裸著上 屠於牠們 這個人は 想要牠們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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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 User limitedM ¿ locking negativeM? 认识自己的故事是非常好的事情 下面也说了 上士之也被辛疏故事自己关键寂過其加持 就是愿能够得到大悲迅速的眷顾 让我能够照见自己的过失 对于自己的烦恼 不管是粗大的烦恼或细致的烦恼 都要能够予以关照 能够看到自己的烦恼跟自己的过失 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功德 包括了认识自己的嫉妒心 认识自己的诚心 乃至了解一切烦恼的自信 都是如同毒药一般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所有的烦恼当中 嫉妒心是一个非常隐为的 非常不容易察觉的烦恼 包括佛陀以及祖师大德们都这样子提到了 嫉妒心是非常难以察觉 而且他是毁坏福德 消减福德之因 撒迦班之道也曾经这么说过 如果生起嫉妒的话 嫉妒本身就是消损福德之因 那么除了嫉妒之外 我们要常常的去观察 自己是否因为我之的关系 所以对他人有着偏颇的态度 比方说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对象 就产生或者是怨敌 就产生了反感 产生了称心 对于自己所喜欢的对象 就会有偏颇的贪心 那嫉妒心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比方说这是我所不喜欢的人 可是偏偏别人去赞叹他 别人把他捧得很高 这时候你就说 他哪是那个样子呢 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过失 他是如何如何 别人在赞叹他的时候 你就偏偏跳出来 去挑这个人的过失 其实这个时候 自己的心就已经被嫉妒心给占据了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们比较难以察觉 嫉妒心在心里面的作用 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都要加以去关注 自己去召见自己的烦恼的过失 为此应当要齐情加持 所以如果能够看到 自己心的过失的话 是非常有益之时 那我们去听那个人 我们去听他的流言 这里要是什么 你 不 我们去听听吗 我们都要听说 什么 那我们去听听 我们在口徒 我们在口徒 我们上下 我们上海 在那些人的家人在搶了一年, 也应该是一种小的 但是,他们说他们 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在家里的家人 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说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个人 这些人 他们在家里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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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家里 这些人 这些人 因此的人解釋自己 energy of democracy 自己跟自己的作者的人Twitter 人生在這裡 讀喜做事 他们把西部找到樓监ır 因此,那些是漫畫GHT, 那你不亦都要做得更好, 了解說,我一直要過。 因為它是漫畫 visions的, 雄馬都不爽, 所以他們有出。 然後就說,但是每次都是算我, 每次都是個 younger,每次都看得到, 覺得每次都知道, 每次見到我, 每次都說到我去報告, 在侧能说,变化和有些这种草莓是原来。 在这里给有些草莓的草莓。 我会认为这些草莓的草莓。 因为我会认为对了的草莓。 我们会讲,哇使他们的草莓。 和大国同学龙来核手都在用这里 如果多工找そう 如果不让 rough人家 illà进发 свое�� 给了枯 того 到迪运家的状态 interviewed了 我的战朗目 同一样 我干一津边的沙坞 如果你的沙坞应该不ında matter 而还是要求灰 於是发生要求灰 所以你 improved issance color Change 我今晚了 我 бор著 天天过去死亡渐渐静 日日到期心绪跟着好 先看这一段 我们自母胎生下来之后 在死亡之前 其实一天一天我们都更加接近死亡 应当要了解这一点的 所以成为天天过去死亡渐渐静 再来是日日到期心绪跟着好 也就是说一天一天过去 我们的内心相续 则越来越顽强 越来越明顽不灵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 比方说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 不管是对待自己的父母 或者对待一些上师师长 我们可能会出现日子久了 反倒态度越来越不佳 他可能是恶言相向 或者根本漫不在乎 表面上好像是恭敬 或者是承示他们 但是一有冲突的时候 我直心一起来 可能对他们就会恶言相向 这种情况就代表着 我们一天一天心变得更加的明顽不灵了 所以他又说了 遗止上师信心渐退降 比方说我们一开始遗止了某些上师善知识 对他们一开始蛮有信心的 也有一定的虔诚心跟恭敬心 可是我们在依止的态度上 并不是建立在 依止他内心所具备的正法功德 我们不去看他心里面具的正法功德 我们只去看这个人 这个人的特质 所以这样子的信心就会变成不坚固的信心 他是会退减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至尊者 他曾经说过 所谓的上师他是佛的化身 而既然是化身的话表示是人 既然是人的话 就会有人的过失 所以如果你把他当成是一个人在看 然后不去观察他内心的功德 不去看他的学问 不从法来医治他的话 只是医治这个人 那就会出状况了 医治法的话 医治法而对上师生起的信心 那个会是坚固的信心 如果说医治人而对他产生信心的话 最后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 或者说你把上师当成是单纯的道友 或者法友来看 但只是一种在道上修持的有关的话 这样子的信心也会不稳固的 因为你还是不懂得他内心的佛法的功德 因为真正有益的最终来说是佛法 所以了解他内心具足的佛法的功德的话 你对他建立的信心将会是稳固的 在稳固的信心之上 也会有进而 潜尘心跟公信心都会相伴而来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的友伴 或者只是从人的立场上来 一指上师的话 那么因为这里面还夹杂着我之作祟 所以当事情产生一些厉害冲突的时候 自己的坦诚就会运作起来 因为缺乏对法的功德的认识 所以你的信心就会退减 你的前程功敬心也就会减少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上师如果缺乏前程功敬心的话 对于法友也会产生 也会不那么样的重视法友 但是法友特别是像在密宗里面所讲的 金刚兄弟姐妹或者金刚道友 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重要性是不亚于自己的生生父母的 所以下面又说了 上指责 就是说对于道友的亲近观也越来 非常那个应该不是指责 就是非常亲密的道友 本来是应该非常彼此关爱的道友 但是对他们亲近观却渐渐的示威了 应该要晓得道友或者是金刚法友的关系 应该是要非常密切非常和睦的 尤其是不应该起冲突 因为在十四根本舵里面的第三根本舵 就提到了金刚法友彼此冲突内讧 是为第三根本舵 应该要了解这些道理 谢谢您的 你是 mies和你 当然是 那个绝部也在学院 元素上的讝论 那一栈蛍了 二十三年勇作的 三颗四十三年勇作的 那么 今天 在那里 和一切 两人做的 我们ское老小时 现在 都回想到 亲咱家 你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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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明显得有问题的人了,注意,需要时间��立例我 且头来鸢等面, Alicomee的 note 事实上。我想描述你 我面子一周他们的人到了 我面子有ple惨他呗和숙都, 没多吃 睡觉中 家满的 strain 如果 夫人要 экран子 好像确еп不中生 其实 她的孩子要时尽在反正 在这些犹如罗耶卡布罗耶 那依止上师信心渐退降 这边的意思是说 正在依止上师的同时 但是自己的虔诚恭敬心 却逐渐的衰退 此处来谈一下 什么是虔诚恭敬心 如果我们对业力因果的道理 能够升起信解心 能够懂得我之的过患 能够懂得菩提心的功德 乃至于升起菩提心 这个是真正法的利益 那我从何升起如此的法的利益呢 要仰赖上师的教导 要仰赖上师善知识的教学 所以我们才说 需要有所谓实修加持的传承 在实修加持传承当中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升起上师善知识的角色 三宝当中 法宝比佛宝更加重要 而僧宝比法宝更加重要 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僧宝 没有上师善知识的教导 我们将不会晓得这些道理 我们将没有解脱道 因为有上师善知识 所以我们懂得因果业力的道理 我们懂得我之的过患 烦恼的过患 我们懂得慈悲心跟菩提心的价值 所以透过上师善知识的教导 透过僧邪的教导 我们得以对法产生性解心 因此所谓的性解指的就是虔诚 我们讲虔诚心跟性解心 就是讲同一件事情 那么我自己是不是需要快乐呢 是的我要快乐 我需要有究竟的快乐 那这个究竟的快乐 是要从前面所说的性解 因果业力 然后小的我之跟烦恼的过患等的道理 依教奉行才能够获得究竟安乐的 那么这些道理是要由上师而为我们说法 我们才能够了解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从上师所说的法去做 不能够去实现上师所说的教法 把法跟人分开来看待的话 那么我们把上师只是当成是一般的 自己的朋友来相处 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对他产生真正的前诚心 因为不能够去实践 所以他所宣说的教法的缘故 这样的话就没有虔诚跟恭敬可言了 那当我们真正了解到上师对我们的这些教导的恩德 然后对于这些教法能够信受的话 对法产生性解性 那么真正对上师上知识的虔诚跟恭敬性 你才对谁之后来 好 我愛你,也別人了,我愛你,也別人了,我愛你,也別人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坏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六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而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缓延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无神远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福德 护持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饼中华父神协会 王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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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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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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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